词曲 李宗盛 真情像梅花开过 冷了冰雪不能淹没 就在醉落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北风潇潇 天地一片苍茫 一间寒美浩里雪中 只为一人飘香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天地四起长流星云天 天地苍茫 来 是不是 是不是 绣云出事了 快告诉我 是不是绣云出事了 你骗我 你一定在骗我 我要去看绣云 我要去看绣云 是 是不是我的病啊 你告诉我 我 我不怕他 你告诉我呀 大夫说 说你对了白雪兵 保守孤亲 只能护散你 必须 你听我说 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大夫说 我们可以去西洋治病 那你的医术比较好 我们也要有信心 我陪你一块去 好不好 你陪我 那绣云呢 大夫说 大夫说 绣云年纪还小 抵抗日常 竟不行那么长途的颠簸 罪药现在又在医院里 不行 不行 我 我怎么能丢下绣云不管呢 啊 施君 你说绣云万一有了三长两端 我们怎么办啊 啊 我们怎么办呢 啊 听我说 孩子没有了 我们可以再生啊 什么话 什么孩子没有了我们可以再生 这是你说的话吗 这是你跟当爸爸能说的话吗 我去要绣云 我告诉你 我要绣云 我不去能治病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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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要绣云 我哪也不去 我不去 我只要绣云 真心思 你说什么 我 我难道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就你爱绣云 我不爱绣云 是不是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我这么做全都是因为你 你知不知道 我做了 就你不要做什么 我把你做了 你做了 那就大了 就不努力了 我的 你做了 我做了 很荘 你做了 我做了 你做了 我做了 你做了 你做了 我做了 我做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太重的 那天我的话 到顾海去 把碧衣衣好 既然我什么都依你 好吧 算我求你了 好吧 好吧 陈总 老师先生 医生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医生 快来人啊 医生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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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沙阳镇都可以作证 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但除了人证 我们更需要莲永昌的供词 莲永昌现在人是清醒的 但是他不能说话呀 他不能说话 你们就把他给放了 他害死多少人啊 你们这样做不公平吗 赵镇长 我们总不能起碎一个 没有说话能力的犯人吧 这不公平 你跟我说什么 公平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呀 他是梁永昌啊 你们跟我讲公平 赵镇长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不过这也够梁永昌受的了 医生说 他脑子里面的子弹取不出来 他头疼的时候 别让他死 还痛苦啊 医生说 他头疼的 他情愿把他自己的手指咬碎 好残忍啊 残忍 残忍 你听着 如果你亲身体会到 这个禽兽的所作所为 那你就不觉得他残忍了 赵镇长 由于我们没有拿到 莲永昌的公司 这起案件呢 只要暂时停办 等他神志前行以后 再说吧 医生就在里面 我一会儿过来见 好 小云 你是娘的好孩子 你要尽情 快快耗起来知道了 娘舍不得了 可是娘也受病 娘 娘病得很难受 你爹说 要带我去国外值得 娘这一次 就是好几个月 可是你必须得去 你爹说过 我是她的心 我真的不忍心 看着你爹也伤心 小云 你原谅娘 好吗 施君哥 你放心 林大伯 一定会把这场的事 打理好的 真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让你们特地来看我跟星辞 我这次来 除了来看你 有些话 我一定要跟你说 不然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有这个机会 我认识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是我 别人要把你抢走 我就拼了命地抢了 直到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才发现我错了 你以前是那么意思 我认识你 你不用自负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你一直是我好意思 施君 谢谢你一直照顾我 也谢谢你 让我明白的那么多 我曾经 想尽各种办法来得到你 可现在回想起来 那不是和梁永昌一样吗 我认识你 真正的爱情 是两个人两相情侣 就像你和星辞姐那样 她全心全意地爱着你 你也全心全意地爱着她 这是世界上 最最美好的事情 我真心地祝福你 是 我真的一直想要 我认识你 是 我来了 走 怎么了 我想走走 你能陪我吗 这一路上我都听见孩子在哭 他需要我们 我放不下他 我想回去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你现在怎么又反悔啊 可是孩子还小啊 他又在生病 我们怎么能丢下他不管呢 孩子现在在医院里有大夫照顾吗 你现在反悔算什么呢 可我时间不多了 我想看看秀云康复起来 我想照顾她 哪怕只有三个月都可以 三个月 三个月 那我干吗 我眼睁睁看你三个月就死掉 我什么也不能做 你又想过我吗 你怎么可以那么自私啊 我看见老公 怎么样 我能够 在一爆子 就这么多了 你不应该按摩 你不应该是什么 我现在病了 你不可以这样等 就让我自私一次吧 我还有好多好多地方没有去过 还有好多好多事情没有做 我还想去清华 还想去墨林 去遍沙河这每一个角落 我真的还有好多好多事情 就没有做了 使君 使君 你也一样 沙河真还有好多事情 等着你去做呢 难道你忘了 你忘了我们还有一个 共同的心愿就是找正阳 如果找不到他 我们怎么能对得起 你嫂子大哥一家人 难道你还要让我带着遗憾死去吗 世君 生命就像这里一样 花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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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而敷失 有死就有生命 有死就有生命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且左洛开花开花开花开小 node 寸衔 tej家人 这也只是怎么那我 爱 пр良心 二家三家人 一夜 Boch 为什么你现在不可以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就让我做一个好武器 保护你 我求求你 就三个月 三个月 好吧 赵队长 你夫人病了 孩子也病了 还要麻烦你过来 真帮我医务 拿不到他的公子 我们也没办法 医生说让他见一些熟悉的人 可能对他的恢复有帮助 现在已经够他受的了 医生说他那颗子弹留在他的脑子里 不能取出来 疼起来的时候他就咬自己的手指 你看 把骨头都咬碎了 都咬碎了好几个手指了 梁 荣 永 昌 你不记得梁昌是谁吗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梁永昌 我不是 你才是梁永昌 我是梁永昌 对 对 让我告诉你 我是谁吧 我姓赵 赵 诗 君 赵 诗 君 赵 诗 君 梁总 我走了 梁总 你不认识我 赶快让我走了 我走了 梁总 讨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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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 你讨厌我样子 不 你不是讨厌我的样子 你是讨厌我的人啊 我是你最大最大的仇人 你恨不得把我给杀了 你恨不得把我给杀了 记者 最大最大的仇人 仇人 仇人 尽手不辱 丧尽天凉 丧尽天凉 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 被绑成这个样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害死了好多好多人呢 老天爷这样对你 是要惩罚你 这是你报应啊 对 天 你不是常说吗 你是久远真人护体 你要给所有的人指点迷津 你指点到哪去了 爸 你看你被绑成这个样子 连看我都不如 你指点什么迷津 你指点什么迷津 好吧 让我告诉你 让我告诉你 你害死多少人 这样你就一清二楚了 你害死了万大泉 你害死了万丘陵 你害死了万丘陵 你害死了辛斯塔爹 你害死了樊正灵 你害死了老挥 你害死了梁øreying 你害死了 你想害死我赵氏君 你小害死我赵氏君 你想害死我赵氏君 我赵氏君 我赵氏君 赵氏君 我赵氏君 赵石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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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孩子 他对我开了一斤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擦皮鞋 擦皮鞋了 擦皮鞋 擦皮鞋了 叔叔 我们是慈善擦鞋 擦皮鞋 所以啊 您就做些善事 您给多少都行 慈善擦鞋 那你好好擦 回头我多给你点钱 好的好的 对了 你看那个记者叔叔 还在那里拍照呢 看这里 来 来 拿好了 擦皮鞋 擦皮鞋喽 好了 谢谢叔叔 别丢了 咱们数钱 来 数钱 好了 没了 就这些了 停 停停停停 不许动啊 我来分分来 这个是我们吃面的钱 这些就是要捐给 比咱们更穷的孩子的钱 这么穷 不行 咱们打的是慈善擦鞋的名号 所以咱们当然要捐一些 咱不能骗人 要讲戏意 这是我大块牛爹 和我娘交给我的 咱们要当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咱们不能骗人 听到没有 这样咱们就没有工作了 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 没有工作咱们就活不下去了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咱们要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听到了 来面了 吃饭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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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娘 你们放心 中阳现在过得很好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现在 在这里学会了擦鞋 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而且 我还有两个小兄弟 跟我一起擦鞋 所以赚的钱比以前更多 我现在每天都吃得很饱 睡得很像 好 好 好 叔叔 我再记一下 我再记 你说什么 那个案子要开始 我知道 好 我再记 好 叔叔 我明白 叔叔 给你 给你这些钱 这些钱是四十八元七九八分 我明白明白 我想让你们帮我交给比我们更贫困的孩子 可以吗 好 我一定帮你给他们 给那些需要的孩子们 你们真是好孩子 我帮你开个收据去 等一下啊 谢谢叔叔 好 还有别的事吗 好 好再见 谢谢 廖永昌勾结军阀的案子 明天就要开审了 不是打了他的脑袋吗 哎呀 已经好了 不过向他开枪那个小孩还没抓到呢 巡谱好像到处在找 风筝 你看看他 风筝 太风筝了 廖永昌 现在省政府正式控告你 勾结军阀危害社会 残害民众生病 这三项的罪名 你明白吗 你要是听明白了 就在上面签个字 我这样 你们让我怎么行 我不是坏人 坏的人是你们 是你们 我是好人 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好人 真正坏的是你们 是你们 是你们 我 我才是世界上唯一的好人 唯一的好人 我再说 你 我从来 我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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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我看她 你 我看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先干活生了我 对不对 跟我告诉你 我会死的 我偏偏活给你渴 我偏偏活给你渴 来 来 这是前一阵子 一个新闻记者拍的照片 上面有个擦鞋筒 你看看是不是郑阳 是 是郑阳 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 他在哪里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他了 你们怎么可以找不到呢 你们怎么办 对不起 我想问你去 如果你们找到他了 会把他抓去关吗 我们调查过 他只是出于自卫 绝非蓄意上人 不会把他关押的 我们怕他年纪太小了 承受不来 又无亲无故的 所以希望尽快找到他 交给他的亲属监管 你是这个孩子的唯一亲人 你同意吗 我同意 只要你们找到他 我什么都同意 嗯 好的 走 走走真好 冷不冷啊 你看 这下过雨以后 空气好清新哪 是啊 维依 你一直当我是姐姐吗 当然了 那好 姐姐呢 请求你帮个忙 希望你能答应我 别说什么 别说什么求不求的 别说什么求不求的 只要我能做到 我一定答应你 哎 其实 我知道 你一直都挺喜欢诗俊的 你也知道 我生下的日子不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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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是真心爱他 就帮我 帮我照顾时君好不好 还有 你把秀云 当作是自己的女儿 全心全意地照顾他 好吗 明依 心思见 我不能答应你 我是很喜欢诗俊俊 那个时候 当我知道他要做 万家庄的女婿 你知道我有多愤恨你 当我知道 他爱上你 你知道我有多生气吗 直到后来 发生了更多事 在我最困难 最痛苦的时候 是你和时君阁 陪在我身边 给我信心和力量 让我勇敢地活下去 你能毫无死心地爱 照顾 让我看待我自己 是多么的自私 所以我知道 我不配爱时君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 只有你才配得上他 那一夜 我会好好地照顾秀俊俊 把他当作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爱他 疼他 好好地把他抚养成 时君好 他永远是我的好哥 我也永远是他的好妹子 是 我 谢谢 赵先生 我们刚刚请你夫人检查过 她的病情是越来越严重了 现在就是把她送到国外 也来不及了 我想知道 她大概还有多久时间 这个说不准哪 可能是明天 也可能是一个月 那就要看她的运气了 好 对了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她 你女儿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了 正在康复中 我相信啊 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atique 银鱼怎么样了 你好多了 太好了 那刚睡着啊 嗯 来 让她睡吧 星辰 世俊 告诉你好消息 修夷醒了 我刚抱她呢 还哭得好大声 好健康 真的吗 对 那我想抱抱她了吗 还不行 你要听话 你现在还不能走动 要不这样吧 等世俊完全康复之后 我们一起回家 一起回家 好吧 乖 回家 来 石俊哥 你要多吃一点 好久都没有好好地吃一顿饭了 石俊哥 你记不记得 小时候有一次 我们看见吴大叔种的西瓜又大又甜 我就嚷嚷着要吃 结果你偏不帮我摘 后来我就赌气 把西瓜都给砸了 结果你好多天都不理我呢 我那个时候啊 实在是太淘气了 你说 我那个时候是不是很任性啊 还行吧 太小的事情 我记不得了 还有一次 我们被隔壁村的狗追得满山跑 跑了好久好久 我觉得好累 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好累 结果从那以后啊 我一看见狗就要跑 我一看见狗就特别特别害怕 你是不是也很怕狗啊 我不怕狗 我不太喜欢猫 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去 走 小心 小心点 来 石金哥 来 姐 喝点茶吧 会舒服你 心思姐不会有事的 你们都是好 上天会眷顾你们 不要放弃 说什么 你他妈说什么 什么叫他会没事 他有没有事我心里面会不清楚吗 每个人都在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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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金哥 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 我这身受的还不够吗 我 石金哥 每个人 每个人都告诉我我要坚强 我他妈的难道不够坚强吗 你也是一个人 我 我知不知道我忍得好辛苦 我忍得好辛苦 我真的忍得好辛苦 我真的忍得好辛苦 石金哥 我真的忍得好辛苦 我看着你那么安心思想 我真的好辛苦他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不在 你能坚强地活下去 你一定好好地活下去 不要让我们失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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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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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谁为心爱无聊写的 爱的传说纷纷有恶恶 埋去几人能残破 今夜的云又会带走一片水 那是谁为心爱的人落泪 梦不再多故事不再说 就让一切重归寂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